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早晨 首先我感謝Ted Kowloon 這些年輕的朋友 邀請我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或訊息 嚴格來說不是分享,而是分擔 你看到香港公共政府檔案的悲慘命運,是分擔 我不知道這個題目會不會和今天的題目唱反調 我說福地,香港是不是福地? 如果政府檔案這麼慘,是不是福地? 不過我想是福地的原因 我覺得是因為我仍然有機會在這裏 可以說一一以下的話 如果是在羅湖,在深圳河以北 我一定被人買,一定,一定 你知道我和林Sir都是前公務員 我們一出來之後 就馬上拿著一堆石,就向政府猛頂 但是,有時候真的忍不住 如果這樣,如果不是,心理就不太平衡 我作為處長的時候,在很多這樣的公開場合 我經常被人問這個問題 就是,究竟政府是否有計劃去銷毀我們的檔案文獻 就是經常問的,很多時候 這個問題就是1994、1995年的時候 有一個第一個,就是那些鬼佬 就是那些當時香港的羊 有問我 因為當時的香港政府是把這個 在中環那個政府的歷史檔案館 搬到這個屯門 屯門,新益大廈 新益大廈是以前的 因為越南的難民營,是禁閉營來的 那些越南人,就是越南的難民 遣散了之後,那座大廈 政府買了,是買了 沒用 那時候我們那個中環那個館 ICAC要 ICAC在其他地方租不到 因為經常拉拉鎖鎖 那些商業機構不肯租給他 他要,就逼我們走 好,那我們走到屯門這裏 最好 屯門,記住,我們這裏是歷史檔案館 是歷史的民憲 的一個重鎮 就好像中央圖書館裏的圖書 一樣有大家的價值 我們搬到這個 這個新益大廈 旁邊全部都是工廠的 旁邊是一個危殼,危險倉庫 Category 5 那裏是噴煙的 那裏是積水的 我們一看到之後 嘩,很慘 整個很痛心 所以那時候有些 亡家亞洲學會 還有一些檔案學會 很多人都問我們 究竟香港政府是不是想燒了 因為那裏一一一火燭 沒有了 主要是否燒呢 聽完之後 你們自己作出判斷 但最近呢 我們知道在一一年 政府總部搬遷的時候 搬到這個天馬南 他們是燒了一千多米 就是這個米 我這樣告訴你,你不知道多少 差不多等於三個國金大廈 那麼長度的檔案 是燒了的 是燒了的 其中呢 有六十多米的檔案是來自這個 曾蔭權的辦公室的 燒了什麼呢 我告訴你 以我們的經驗 燒了這些東西是非同小可的 現在是說 政府的局 那些局搬到那裏 局是政府裏面的 決策層來的 林Sir一定知道的 局是決策層來的 裡面的檔案一定是很重要的 全部都是重要的 決策的檔案來的 他燒了 不過呢 曾蔭權的辦公室 那些發言人很乖巧 他告訴記者 記者和立法會議員 問他 你燒了什麼東西 不要緊 我們燒了那些數寶 那些無關重要的 無關重要的辦公室行政 這個名詞 他是學我的 那時候我把政府的檔案 分成兩大類 行政檔案和業務檔案 行政檔案 就是一般的 housekeeping 業務檔案就是 那個 木局或者部門 主要功能的檔案 曾蔭權的那個 發言人說 我們燒了那些 就是這些什麼 但是記住 曾蔭權那些 就算這些檔案 我作為歷史學者 我很有興趣 我很想知道曾蔭權 他買了那些魚糧 給他的錦理 我很想知道 他的錦理池 是花了多少錢 我想知道 他的招呼客人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 這些數寶 所以他燒了這些檔案 他說這些無所謂 當時那些記者 是不懂的 因為他們 以為是的 這些東西沒什麼用 但是我們作為歷史學者 或者一個檔案的從業 我們對這些東西很敏感 我們很敏感 還有一件事 他燒的時候 你看看 他在六個月 在六個月的時間 是燒了一千多米 意思就是王 你要燒這個檔案的時候 你要鑑定他 他有沒有價值 因為我們 要鑑定那個檔案有沒有價值 有沒有歷史價值 沒有價值就燒了 在六個月之內 是沒有可能 是鑑定到這麼多 以我的經驗 而再者 我一直批評 就是歷史多案處 在我本人離開之後 他再不找那些專人 就是那些專人 就是那些專人 就是那些專人員去做 就是找那些EO去做 我不知道在座 各位有沒有EO 就是那些行政人員 就是他們去做 是他們去鑑定 他們去鑑定 我經常跟 剛剛我跟 林Sir說 你們這些天文台 那些科學主任 找些EO去做 找些EO去做 行不行 是吧 你報錯天氣 或者什麼 看你怎樣 但問題就是 你燒錯檔案 是不需要負責 沒有人負責 原因是因為 香港是甚麼叫做 檔案法 反而 他達到一條 檔案法 檔案法 中國人民共和國 檔案法第五章 第24條 他說下列的行為 是刑事 什麼行為 就是損毀 屬於國家的所有檔案 究竟 就是我們說的那千多米的檔案 就是他丟掉 是嗎 有沒有經過一個所謂的 一個法定機關的批准 不過因為香港沒有檔案法 所以他燒甚麼東西 是沒有法律的責任 是沒有後果的 世上 我告訴你 這是我的經驗和我的研究 大部份國家都有一個檔案法 非洲國家都有檔案法 非洲國家為甚麼有檔案法 因為非洲國家很多地方要借錢 世間銀行要他用的錢 是有根有據的 所以他們 甚麼都要有 有那些 paper trace 可以知道他怎樣用法 檔案法 待會我再說甚麼叫檔案法 但總而告訴大家 香港是沒有檔案法的 所以沒有檔案法 沒有一個法律上的規範 基本上 香港政府的官員 是做甚麼都可以的 知道嗎 做甚麼都可以的 好了 還有一件事 我還沒說檔案法之前 我還想說一件事 香港還是沒有一個 叫做公開資料的法例 所謂的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就是公民有法律上的權 可以向政府 索取一些政府檔案來看 除了一些 所謂的國防等等 他不讓你之外 一般來說 你是有這個法律上的權 香港沒有這個 香港也沒有這個 再次有記者的朋友 香港是沒有這個法例 所以你沒有這個法律上的權 就是那個 權 向政府拿資料檔案來看 但香港 他經常告訴別人 他有一個叫做公開資料守則 不是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是公開資料守則 Code on informati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政府有一個守則 你可以向政府透過這個守則 去拿這些資料去看 但政府有很大的權 哪些讓你不看 哪些不讓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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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很多的自治於權 令到你很煩 是不是 很煩的 這些記者用公開資料守則 跟政府在那裡糾纏 你問一些東西 如果牽涉到他 要跟你慢慢搜集 他就告訴你 是沒有的 他說是沒有的 是不是 有一個南華早報的記者 他問政府拿一個list 一些東西 就是當時他自己那些 在香港有沒有一個 叫做外交豁免特權的人 那些外交人員的list 沒有 實在是有的 不過呢 他的名單是散播 在其他檔案上 因為 那個記者問他 是沒有一個list 是一個list 是不是 他說沒有一個list 我是沒有一個list 是不是 這個是 你們知道是 我們 沒有位官員 又是說說話的藝術 是不是 沒有 所以你做記者 你一定要知道這些事情 好了 香港沒有這個 這個資訊自由法 或者什麼 但是問題就是 就算你有這個資訊自由法 有 就是你有權問政府 拿這個檔案來看 拿資料來看 但是 但是 如果香港是沒有檔案法 呢 資訊自由法 是廢的 是廢的 為什麼呢 你看到了 檔案法是什麼 那些四大類 檔案法 就是規定公職人員 在公事過程當中 他一定要開納檔案 口說無憑 是不是 現在說這些 我們以前前朝的董建華 他說那八萬五 沒有說就算數了 究竟那八萬五的建築計劃 有沒有討論過 有沒有在會議有沒有記錄 有沒有他的訓令 他的訓司 喂 那些檔案去哪裡 是不是 你現在在馬上爭論 這個 有這個 梁振英說不關他事 這個不關他事 你不要說那麼多 麻煩你下午能把那些檔案 開會的檔案 和那些決議下午能翻出來 下午能真相在這裡 是不是 檔案法就是規定 公事過程 任何事情 你都要立黨 一定要立黨 全黨 檔案法還要規定立黨之後 一定要專業的人去管理 用專業的方法去管理 我們有一套 標準 國際標準 不是找那些行政主任去管理 第三 公務完了之後 要將有關的檔案 送到管理檔案 鑑定 鑑定了之後 如果有永久保留價值 即是有歷史價值的 就移送到檔案館 即是我們現在在 觀塘 徐平道 十三號的那個 永久保留 當然了 進了管的檔案 進了管的檔案 在檔案館裡面 封存 三十年 開放 不過現在這個三十年的封存期 很多地方都已經減了 英國已經將三十年減了二十年 即是 以示對這個人民更加 這個什麼 你看到 它要開納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為 它是那個 公事過程的憑政 但是 這兩條法例 香港都沒有 香港都沒有 所以 人民是沒有知情權 因為那些沒有一個檔案 沒有一個紀錄在這裏 是不是 沒有在這裏的時候 那麼 公職人員 又不可以 又不需要立黨全黨 是不是 你再問他 拿東西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 沒有這件事 沒有那件事 是不是 現在呢 我們逼得他緊的時候 他說他有一個指引 一個指引 你知道 經常說指引佳拉 但是佳拉是沒有用的 知道嗎 他以為我們現在香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最近 林瑞麟還在這裏的時候 在立法會裡面 他說我們呢 香港 雖然是沒有檔案法 但是呢 我們有這個指引 這個指引 就是行之有效的 你去去去就知道他 行之有效 但是如果行之有效的 為什麼這麼多 不見到檔案的例子 不斷地這樣呢 行之有效 你看看 有多少檔案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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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赤柱林樹 這個是不是 中仲賢 我忘記名字 有個學生 慘死 原因是因為呢 他之前呢 驗樹的那些報告 驗樹的那些報告 驗樹的那些email 全部找不到 那你也不知道 那樹本身有事的 很多 余景灣 是吧 他那個 就是他那個 如景灣 轉換了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 之後呢 他要補地 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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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照了 David Edgar Jones 上去這個立法會 問他 David Edgar Jones 我都不知道 檔案在哪裏 找不到 這些是什麼 因為找不到的時候 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的時候 根本是不知道 那件事有沒有做過 哪個做 尤其是 你說問責 問責就是這件事 什麼問責啊 是不是 就是那個 所謂 你要張喜問責 就一定要有 檔案法 沒有檔案法 是沒有得 就是這個 張喜問責 你不要跟我說 就是 萬一說文責 還有民主 沒有檔案法 就沒有民主 很簡單的 你沒有知情權 你怎麼參與才行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都猜 是吧 所以 所以 這個 其中的後果就是 你沒有檔案法 你知道公務員是這樣的 老實說 如果這個有法律 要規管的做事 公務員是一定聽話的 我告訴你 一定會做的 但是你根本 如果沒有法 黨案處處長 局長 是有職務權 就是自然 那些公務員 是不會重視的 是吧 另外就是這個指引 就是 我們 他說 你不需要擔心 林瑞倫說 我們這個指引 說得很清楚 就是公務員 公職人員 如果他要消毀檔案之前 他會拿這個 檔案局局長的批准 沒錯 沒錯 那個指引 是說得很清楚的 如果你要消毀檔案之前 你一定要得到 檔案局局長的同意 就是 我本人的同意 但我告訴你 你燒了我真的不知道 是吧 你燒了我怎麼知道 是吧 我又不是 我沒有權去你那個部門 看看你燒了什麼 我怎麼知道 你說我怎麼知道 你試試用這個 很普通常來看看 還有一樣東西 我沒有好像這個 audit 審計署 或者什麼 我直接踩入你那個部門 去檢查你的數 檢查你什麼 我不知道 你不告訴我 我怎麼知道 所以 很荒謬 很荒謬 所以 over the years 燒了幾多 是不是 燒了幾多 這個我只不過是重新 對不起 有什麼事 重新提提 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 當然 這個是不重視 這個指引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這個也提過 因為 檔案 檔案 是不 抱歉 可否回到那裡 因為這裡是不錯 因為檔案不需要法律上的要求 做得好 你不用做得好 所以 所以他就可以 將檔案處裡面的專家 或者專業人員 逐個替換 這個 這個 我本人看見很痛心 但很多時候 你要小心一點 就是 我講這個issue 的時候 很多人 可以將我抹黑 抹黑什麼呢 就是我們欠權 欠位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些事情 你現在被人抹黑什麼 你現在說 是不是 但記住這件事 這個不是我 我本身已經做處長 我走了 沒所謂 但問題就是 他這樣做的時候 受苦受害的 當然現在是香港檔案 就是那種的混亂 那種銷毀的情況 沒有人知道 當然最後的損失 都是你們的 是你們的 是吧 有朝一日 你試試回去找回香港政府的檔案 來做研究工作 你是會找不到的 我告訴你 我在中文大學教書 每一年 我都想整股檔案處一次 就是怎樣呢 我就是每一年 現在開始了 我就叫那群學生 他就選 選什麼呢 就選一個歷史的題目 這個歷史的題目 一定是1945至1997 不可以選1945之前 戰前的檔案 荒謬到極 我們反而很齊 原因是因為我們向英國 買了大批東西回來 OK 但是1945至1997 1997 慘了 歷史檔案局 就是我們那個館 沒有東西拿到的 沒有東西的 因為我經常用一個 譬如是一個乾的水塘 沒有水 沒有水 那我還是那群學生 你選了一個議題 45至1997 選一個題目 然後你就向這個 觀塘的歷史檔案館 去找政府的檔案 來做你的歷史的研究 譬如今夕事件 六七暴動 那些什麼 你去做 那群學生做得很火滾 原因就是 我不是在那裡聳動 他做得很火滾 因為去到那裡 什麼都沒有 六七暴動這個檔案 誰呢 葉建文也做過 他都很火滾 我也知道 他做不到 找不到檔案 官方的檔案 他在英國 倫敦 在Q的國家檔案館 你要知道一件事 九七之前的檔案 我們還可以這樣 幸運 沒有我們可以去英國 因為你知道 那時候我去英國和香港的關係 檔案就是這樣的 我create一份 我立了一份 我發了一份東西給你 我有一個底 不是 我有一個底 你一定有的 到你發了一份東西給我的時候 我的original 你是有一個底 檔案就像跳tango 在日常東無中產生 當然有兩份 當然有兩份 沒有的 不會多於兩份 所以我們沒有 對方一定有 對方一定有 所以就這樣 所以香港找不到 英國 但這是九七之前的事 九七之後 香港找不到 不可以去北京 沒有的 所以好自為之 我講回那群學生 那群學生就是了 做完之後一群慶 有一群學生就直接 向立福西投訴 向Ombudsman投訴 還有 因為他們沒有專家 所以指引十幾年都沒有修訂過 十幾年都沒有修訂過 檔案處的部門當然得不到尊重 大量的檔案积序 未能夠整理 你想像一下 如果是中央圖書館 接收了十幾萬個圖書 不整理就放在那裡 哪個損失 讀者 因為你整理後 你上了假才有人看到 現在就是了 政府檔案處 大量 是說十幾萬個檔案 是沒有人整理的 我不是在那裡造謠的 你問他 你看回去年那個審計報告 你看到的 審計報告 好像Number 57 報告 所有的事實 都是我這幾年不斷地在那裡吵 當然 最大的損失 是人民的知情權 我剛才已經說了 另外還有一件恐怖的 就是電子檔案 這件事是我們檔案管理的專業人士 是一個惡夢 惡夢 什麼當媒體 這些東西 老實說很恐怖 這些東西 令到我們做檔案管理的工作 是很痛苦的 因為我們說的歷史檔案 我們說的是永久保留 是Permanent Retention 永久保留 現在我們根本到今天 還沒有找到一個方法 可以永久保留 那些 就是這個 Paper以外的東西 很慘的 你知道嗎 還有一件事 電子檔案 Email Paper的管理 產生 歸檔 儲存 做慣 但是電子檔案 電子檔案 在電子世界裏面 你怎樣去分類 歸檔 這個問題 到今天 香港政府 由19 2001年 他想去開發一個 電子檔案管理系統 到今天 2012年 還未成功 我告訴你 如果你研究火箭 升上太空了 這件事 如果你有新聞 你可以去問一問 你可以 督促你的 當區的立法會議員 去問一問 我 莫乃光 上台之後 我叫他 你嘗試督一督政府 在電子檔案方面 進展 怎樣 因為他很痕的地方 告訴你 他申請 他申請做這個project 他一天申請了 一千萬樓下 你知道 一千萬樓下 就不用向立法會報告 他經常都申請一千萬樓下 不斷做 十年好 二十年好 做到這樣 為何還未做到 那班UO 他會說 我便宜了 我便宜了 下手吧 到下手的時候 我剛坐下 我撿到名字 問問上手 問責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等於沒有問責 不負責任 所以 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香港的檔案管理 民憲保育 我便說 這個困境 就是很慘 你會知道 不斷地燒檔案 不斷地沒有檔案 不斷地不見檔案 而檔案 尤其是公共檔案 政府的檔案 因為它牽涉到 我們社會的每一個範疇 它是我們的集體回憶 它是我們的歷史裏面 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這是一個警告 真的 沒有這個檔案法 我告訴你 在15年之內 尤其是電子檔案 泛濫的情況下 香港如果沒有檔案法 政府再不做些事情 我們將會是一個 沒有檔案的城市 電子檔案 尤其是電子檔案 你試試問 你的電子檔案在哪裏 是一個沒有檔案的城市 沒有記憶的城市 一個沒有記憶的城市 一個沒有記憶的城市 就是沒有歷史的城市 沒有文化的城市 不用說 沒有文化的城市 沒有歷史的城市 就是沒有希望的城市 你還說是福地 對吧 Thank you 不集合的城市 你們這些項目 在城市 都恥者 都不會損壞 空洞 高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